我们的女主角赵薇小姐 欢迎二位 赵薇和导演陈可欣 为了宣传电影《亲爱的》特别来到台湾 对于在电影当中饰演农妇 面临儿子近视丈夫打拐来的事实 赵薇为此苦练方言 素颜上阵 我们怎么不能把血量养好了 我真的有白了一两根头发 在现场 因为我有遗传是黑头发的 十几年没讲过这种方言 然后还第一次用方言在大荧幕上演戏 其实是有一些陌生感的 为人母的赵薇深入地刻画了母亲的角色 不过大家还是相当怀念 赵薇刚出道时 在还珠哥哥当中 所饰演桂林精怪的小燕子 当年还珠哥哥捧红了小燕子赵薇 紫薇林心如和金索范冰冰 如今三人在华人电影圈各有一片天 巧的是赵薇的老公黄有龙 因为入主阿里巴巴影业成为第二大股东 而阿里巴巴也凑巧买了还珠哥哥的版权 身为老板娘的赵薇 是不是有可能当导演重拍电影版呢 我如果拍成电影版我还是挺期待的吧 因为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在里面 对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弄成什么样 但是我不会去演容某某这样的 不会毁了大家心目中那么完美的容某某 还是想要演小燕子的角色 唉 皇后吧 这一把 赵薇开玩笑说要重拍电影当导演负担太大 要不当容某某就干脆当皇后好了 他也说很期待三人再聚首 如果有这样的合作机会 也希望长大版的还珠哥哥 能够获得观众的青睐 记得黄英文 董耀俊 SNG小组 台北彩虹报道